這個賴秀欣賴代表 他說現在的原住民的年輕人正在改變 那他觀察到什麼樣的改變 為什麼會改變 等一下來請教他 那麼8月1號是什麼日子 你們知道嗎 原住民日 很多人不知道 那所以呢 馬總統跟原住民朋友慶祝 那蔡英文呢 也去這個莫納魯道的這個故鄉呢 去跟原住民朋友聚會 那也都講出了他們的願景 那兩個人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等一下來我們來討論 我們來看不需要 套上賽德克族 傳統服裝在線上一大把鮮花 莫納魯道紀念碑前 蔡英文緬懷勿赦事件 全國原住民日這一天 就地發表原住民宣言 但過去數百年來 比如說華納 山高族 高山族 山地人 山包 這些歧視性的字眼 來稱呼原住民族 民族進步黨 承諾一旦重新執政 也將由總統代表政府 正式向原住民族道歉 面對歷史蔡英文放棄身段 回顧前一天晚上 到童木家做客 喝小米酒吃山豬肉 部落文化初體驗 戴上有加持過的帽子 還意外得到新封號 所以我們期待 我們小英總統能夠成為 我們台灣國家第一任女總統 也是有台灣族原住民族 協同的台灣原住民族的總統 蔡英文帶頭定調台灣多元族群的 新夥伴關係 選擔原住民日這一天 穿上秀有原住民圖騰的背心 一口氣秀了十四族原住民語言 這是馬總統版的打招呼方式 馬屋兩人用行動爭取認同 還主動提到原住民自治區的主張 但卻話中有話 批評前朝政府的概念根本不可惜 這四年前我就預料 在這個疫情上 千萬不要說大話 話大一遍 要很務實來推動 能夠走一步算一步 這樣才能夠有成功 總之的話呢 往往八年了一事無成 回到原點 馬總統動作頻頻 故莊意味濃厚 我再請教賴小姐 你說年輕人 原住民的年輕人朋友正在改變 是怎麼說 我是覺得因為以前的選舉 都會聽老人家的 像原住民如果選地方的選舉的話 大部分都是家族 比較佔優勢 那我們還是有尊重 原住民是很尊重長輩的 所以長輩說什麼的話 叫我們投水 我們就比較聽長輩 但是現在年輕人不會 因為他會看 現在年輕人會選這個人 是不是能夠替我們帶來什麼福利 現在年輕人是有所改變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想法 是 那我請教馬老師 就是說剛剛那個問題 我們看到馬總統在市長時代 還沒有選上總統 就是說我把你們當人看 那我剛剛的問題就是說 即便是這樣原住民受到羞辱 這個原住民朋友還是高票 讓他當選總統 為什麼 當然這些可能就是牽涉到 譬如說像國民黨跟民進黨 他們在地方上 尤其是在原住民地區 他們的一些發展的情況 因為我們知道嘛 國民黨他們黨產比較多 所以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那些民眾服務站 深入這個部落 他們如果部落裡面有一些原住民發生了 有一個分散其性 他們都會有人參加 所以他們經營的是比較深入 但是這個民進黨這個部分呢 他們可能沒有資源 雖然雨昕但是沒有辦法經營到 那麼像國民黨 沒錢 對 當然我們了解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 縱然那個 那個馬先生他這樣講過以後 但是還是很多原住民 他們覺得說他們跟國民黨的接觸比較近 所以他們還是 還是感情 還是感情 所以這個是 在我的觀察是這樣的 但是他們 但是很難改變是不是 不是很難改變 為什麼 因為現在年輕一輩的 他們有在思考了 我可以看到 像我們這次台東啊 為了像這個 核廢料還是要放在我們台東 達人 還有在這個 都南灣這個地方 有一些 那個 可以說一些財團 他們 這個不當的開花 我的年輕人啊 他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花了 當然那個 那個月是從6月10號到7月10號 之前當然也有了 但是那段時間是聯席每一天 在那邊抗爭 到時候7月10號的時候 上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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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圈的人很少 不容易 而且 我發現來深圓的 不是只有圓住民而已 有很多 北中南啊 漢人的朋友 全國的朋友 來 來深圓 我覺得 他們那些年輕人 他們採取的是一種新的方式 因為 圓住民的 年輕人沒有什麼錢嘛 但是他們透過這網路 去做這串聯 做消息的分享 所以 合費料放你們那裡 你們很生氣嗎 當然是 你講到合費料 你說 不是很安全嗎 你剛剛講到這個核廢料 我昨天也看到節目裡面 一彎金山那邊的核廢料 對 他說這個 這個核廢料 可以說是很安全 我說 有一次那個核能 核廢小組 他知道我們在反對 他來找我 他說 他說 你們這個 他說這個核廢料 你們不要反對嘛 為什麼 放在你那邊 他很安全啊 我說這樣好啦 但是他看到 所有裡面 我講的話 是比較嚴重 所以他來找我 來跟我談 我說這樣好啦 我說 我也不是 我說 我當然我知道那個 是 可以是很安全 但是一定有風險嘛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倒不如以我的觀點來講 我們現在 國家 可以說也是蠻困難嘛 因為有人用 對亞人用飛彈在威脅我們嘛 那乾脆是這樣子嘛 用國 我們現在用國網經費嘛 很多嘛 因為我們 我們國網買的那些 那些武器都沒有用啊 乾脆把那核廢料 這張彈嘛 飛彈嘛 對不對 國網經費嘛 這樣子又可以避免 對我們 然後跟我 跟我原住民的對立 因為他要換在我們的土地上面 然後我們台東人也不要 對 所以不但是原住民 連平靜的都反對這個東西 換在我們的那個 像金山的人也反對啊 那這些剛好用國網經費 換在國網基地嘛 有安全保護嘛 不是更好 對 而且我們也可以客足 你打我 我打我沒有辦法 我打輸掉過去 我輸掉就好了嘛 可不可以打下去的話 你就完蛋了嘛 每一個都市可以打下去 所以這個是廢物利用啊 可以思考一下 可以 其實馬老師太客氣了 你應該跟他講說安全了 那就放你家就好了 對不對 為什麼要遠遠的搬來台東呢 洪毅 台東可沒有核電廠啊 對不對 核電廠都在北部啊 那為什麼核廢料不放在北部 要放到台東來呢 洪毅我覺得這根本就是歧視啊 而且你核廢料放台東 有經過台東人的同意嗎 有經過原住民同意嗎 有經過蘭嶼的 人民的同意嗎 都沒有啊 而且我覺得 馬英九講說 什麼以前是說大話畫大餅 我是不清楚他是不是在講大話啊 可是我一直說 那馬通你講一下啊 原住民是不是可以去 可以有理想 我覺得剛才賴小姐講那三個 就是三個理想啊 可是我要跟賴小姐講 有啦 紀念館還有蓋啦 蓋在苗栗啦 可是不是原住民紀念館 馬英九紀念館 是馬英九奮鬥紀念館 馬糞館 我覺得賴小姐 你下次就去問馬英九說 你都蓋了馬糞館了 為什麼原住民這個館不能蓋 沒錢嗎 一定有錢啦 洪毅我覺得是心態的問題 馬英九的心態還是這樣 反正我幫你講 我幫你當人看 我還是當選啊 我真的要講說 如果你選票上不反叛他 洪毅 他會覺得 我還是怎麼做就可以啊 說過去這些太理想 是說大話 所以我覺得賴小姐 你出來公開嗆嘛 我覺得對他會有影響 為什麼 台中在變啊 賴昆成選得上啊 洪毅 我不認為說原住民 是真的不了解這些事情 賴小姐講的